無毒猶亡 猶亡 宣導反毒 慈聚大學在暑假期間 推出希望種子的生活運 邀約教育界官員及法務代表 一起宣示反毒決心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讓我們孩子能夠 對於社區有更深入的了解 同時也針對目前的新興的議題 毒品大家非常關切的問題 那麼讓我們孩子 能夠認識毒品的一個可怕 能夠拒絕這個毒品 慈聚大學的團隊 他們不但出錢又出力 而且不是今年才開始做 而且是從2009年 就開始在推動這個區域 那我們相信 透過這麼長期的耕耘 我們一定能夠把 這些反毒的觀念 深入到我們的社區 深入到我們的家庭 放暑假了 小朋友與外界接觸機會多 如何拒絕誘惑 志工利用戲劇及攻占遊戲的方式 讓孩子在寓教娛樂中學習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可以學到很多知識 不就是不要吸毒 會對身體不好 這樣一個種子的研究 我相信對孩子會滿效種子 在他的生活跟學習當中 他對於這個反毒 就會有一些理念 而後一定會在適當的機會 產生一些行動 施青生的共同參與 讓孩子能正視毒品的危害 真正做到拒絕毒品 大安新聞 珍珊美志工 黃淑慧 郭文祥 秦瑋婷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